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Windows要安装这个 就是压缩包 不是通过MSI的安装方式 你可以这样 你就是当这个包下载下来之后 你把这个包 你可以 你可以直接使用它是最方便的 你当然了 你可以不那么干 对吧 你可以把那个压缩包烤一下 比如说我想把Skyla放在 放在E盘 你就直接烤到这 然后把它解压出来 诶 这个解压的是2.10版本 可错了 比如说我们安装的是2.1 诶 我没有下载 诶 有这个是不是 对 就那个 比如说我给它装在E盘 然后你就直接解压它 解压它当前文件奖 然后解压出来之后呢 当然了 你看你自己的磁盘 比如说你觉得你哪个磁盘空间比较大 或者你习惯性装在哪 你就装在哪 对吧 这个烤完了之后 现在我们没办法 我们其实也可以直接去访问它 对吧 怎么访问呢 直接通过CMD进来 然后到达我们的E盘吧 对吧 到E盘下 然后CD到这个Skyla目录 然后进入到bin下面 对吧 CD到bin 那bin下面有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bin下面应该有一个Skyla 带文件 这是不是Windows下面的一个可执行文件了 对吧 你直接运行Skyla就可以了 你看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已经可以用了 这就已经进入到Skyla的一个交互式窗口 交互式窗口 那你每次都这样进是不是比较麻烦了 那以后我不想这么近怎么办呢 对吧 我不想这么近怎么办呢 嗯 这个问题是什么难的 通过CMD还结束不了 那以后我直接就想在这个目录 任意目录下面 任意路径下面输入Skyla都能进去 都能进入到我们Skyla的交互式窗口了 那我们就需要在它配置一个什么 配置一个环境面量嘛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配一个环境面量 配置环境面量在哪配呢 是不是在我的电脑这里面有个属性啊 属性里面有一个高级系统设置 对吧 点动它 然后选择我们这个高级的环境面量 然后在这个位置配到哪呢 配到这儿吗 还是配到这儿 配到下边 那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吗 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在哪 我们Windows用 我们Windows操作系统是不是也可以 也可以设置多个账号吧 对吧 它这个是针对每一个账号设置的环境面量 所以叫用户环境面量 有没有 你比如说我这个Singpad的用户 我再切换一个用户的话 不见得这个环境面量是这个了 对吧 它又是另外一个用户的 但是系统环境面量是无论你是哪个用户 都可以用了 对吧 因为所有用户登陆进来之后 都在这个操作系统上 有没有 那所以这里边我们要添加到系统环境面量里边 然后你可以在这个位置新建一个什么呢 你新建一个Skala Home 是不是可以啊 可以吗 Skala Home 然后这个呢 你可以浏览一下你的文件夹 比如说文件夹那两个 我的文件夹叫E盘 Skala在这个位置对吧 对吧 这浏览目 此电脑 然后E盘 然后选择我们的Skala手带的根部录 就是它 想做完了之后呢 确定一下 然后 接下来还要把它配置到哪 还要把它配置到帕子里边吧 对吧 你可以在里边添加一个 你像我在之前 我本机上是不是已经装了一个 对吧 其实我可以把它改一下 对吧 嗯 嗯 双击这个pass 然后编辑 嗯 然后把它改成什么呢 把它改成 啊 百分号 刚才是不是配了一个变量啊 对吧 那个变量叫什么 这个变量叫Skala Home 对吧 Skala Home 是不是这就行啊 再加一个百分号 百分号是不是取值的意思啊 对吧 取这个变量的值 然后OK一下 然后再OK 再应用 再OK 然后 你在这个位置输 你觉得有效 有多了吗 有作用是因为之前 还那个还在起作用 你配置完环境变量之后 你要重新打开一下 这个黑通口 有办法 重新打开一下 然后再输入啊 再输入Skala 刚才我这个是因为上一次 我就已经有了 OK吗 这个安装还是比较简单的吧 嗯 你如果实在你不想这么安装 你直接送你这个MSI文件 OK吗 那赶紧安装起来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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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